你的情况跟老公财务是独立的 非常独立 但一样 你还是全面渗透 掌握他的股票 怎么办到的 我就跟他讲说 我是银行的理财贵宾 好 我有一个很大的保险项 我可以租一个很大的保险项 所以你的东西 太多了 可以放我的保险项来 没问题的 我先生他是一个 国际金币的收藏家 他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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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金币 他就把一部分东西 放到我的保险项 还有一些宝物 就放到保险项 我就很开心 放到保险项以后 那个东西就是我的了 所以他要拿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困难 就是要经过我的同意 你只经不出就对了 没有 譬如说 有人要跟他买什么东西 对不对 他必须要经我的同意 然后我要去开那个保险项 有些东西我觉得好可爱 我很喜欢 我也不让他卖人 这很妙耶 我就跟他说 亲爱的 我办了一张无限卡 对 他的年费好贵 我一年要刷72万 才不用缴那个年费 对 所以我们家的保险费 都有我的卡付 都有我的卡付 你再给我就好了 好 他说 刷卡换现金 对 他的卡费 都是用我的卡 我们家所有的保费 都是用我的卡来付 所以他就不会发生 那个夫妇的世界里面 拿保单去执借的事情 我就掌控了所有一切 你们家的情况呢 老公跟你求婚没多的时候 你开始跟他谈财务的状况 对 因为我很清楚就是 进入婚姻 金钱关是一个很大的 很重要的一个坎 爆点 所以我一开始要结婚的时候 我就先跟我先生讲说 诶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欠债啊 对 这要问清楚 对 我就先问嘛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干嘛这样问 可以看一下你的存折吗 他就有点不开心 他说你是为什么要看存折 你是在怀疑我什么吗 还是你想要 你在想什么 我说其实我不是在想什么 我只是想要知道 就是我们两个加起来的财产 可以做什么样的规划 一开始他不喜欢 因为他在原生家庭 也就是我的婆婆 他是 他是很知名的配音员 所以他小时候 我先生家是非常优渥的 所以他常常会给他很多钱 但他会希望他回报 比如作账 你告诉我花多少钱 所以他只要每次 我婆婆质问他说 把钱花去哪里了 不是才给你一万吗 有阴影 对 然后后来我就说 你干嘛那么生气 我说我只是想要跟你聊一聊 你不要用那种口气 来跟我讲话 我说我没有用什么口气 我只是问你啊 他说我听到钱这件事情 我就反弹 他不喜欢被掌控钱 对 他不喜欢 就是你来问他的经济 你给他碰到的情况怎么办 你以后一定要谈 我一定得谈 然后我就是 在找一天他心情好一点的时候 我先把我的存责拿出去给他 先贡献你的 对 我就先给他看 我说这是我的存责 然后这是我现在旗下所有的财产 然后我想要做的是 有两个方法 A跟B A 我觉得我们如果财力不够 我们可以租一个比较好的房子 然后在你的工作的位置 跟我工作的位置的中间 或是我们取舍 如果我们财力不够的话 那财力够的话 我希望我们可以先有 一个小的房子 然后慢慢换大 他看到你就说 老婆蛮会赚钱的 我好多了 然后讲完之后他才 好吧 然后把他存责拿出来 我想他 我还以为是好几千万 后来我才问问他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的生气 然后他才告诉我说 因为他小时候妈妈 就是我婆婆是这样对他 所以他对钱这件事情是很敏感的 我说那我以后就知道了 我说以后那我会先用不同的方法 就比如说我会先坦白我的让你知道 然后我会先告诉你我的来意是什么 那你看你要不要加入 对 所以你们结婚到现在有 因为金钱观吵架过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 他那么在意这个金钱部分 因为他全部把钱都给我了 交给老婆就轻松了 而且你处理得很好 可是我会在大笔金钱的时候 让他决定 因为我觉得这是尊重他 因为我可以拥有我们的财产 但不见得我不告诉你 所以你会跟他商量 我会让他感觉他像主管 这个很高竿 对 因为我会 钱在你手里 还感觉他是主管 我会就是假装就是问他说 请问这个OK吗 因为我大概知道他的个性 所以我会拿几个 他觉得不OK的两个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 会比较喜欢的那一个 放在一起给他选 对 让他假装有在做决定 对 让他顶着我的决定 往那个方向去 一切到你的设计之内 对 听说有一次是因为你太快做决定 没有跟他商量 对 他也生气 对 他是觉得说 那你以后就你自己一个人就好了 你干嘛要有家庭 然后当下其实我有点不太懂 我说 什么情况你做得那么快的决定 买房子 买房子 大事 对 大事 就是我直接就下定了 他那一次就很清楚地告诉我 你下次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我不会再原谅你 对 因为他会觉得 这么大的事情你都敢瞒我 你都敢自己做决定了 那你还有什么事情你不敢做 所以我就 他就是慢慢地拉出那个界线出来 我才会知道说 还好 因为他常常跟我讲说 我们刚开始结婚的前三年 磨合得很辛苦 但他一直告诉我说 你就是大胆地 放手地去做你该做的 但你必须得听进去 我们两个如果出现的状况 我们必须要听彼此的 心里面的那一块 结婚之后你发现 信任感是一种依靠 对 那一天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爸是很突然地走掉 我瞬间傻了 然后我整个灵魂就被抽走了 是他告诉我说 你拿什么 爸爸现在是什么的状态 所以你要拿黑色的 你拿两套 其他的我可以帮你拿 然后你现在下去了 我帮你订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想要先去爸爸那边 他就说你先还一还 因为已经成定局了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放好 然后跟饭店交代好 我们再去做 然后他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安排到 他一天就把所有的事情 给解决了 那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私领域的事情 因为第一你要面对 我的所有的亲戚 第二你要帮我决定 现在我爸喜欢什么 我爸不喜欢什么 的这个状态 他做得太完美了 所以你很谢谢他 我非常非常谢谢他 因为我 他真的很用心 他用心到 我有点吓到 因为他真的算是我 这世界上最好的闺蜜 当然他是我的老公 我为什么说他很用心 因为他知道我那几天 肯定已经哭到一个 不成人形 那最近我们还是公众人物 我吃东西也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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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能看着有哼哼哼哼哼 然后他就先走到那个饭店 然后先去请跟他的经理 然后塞了小菲给经理 塞了小菲给每个个层的 每一个主管 他说不好意思我太太 就是在重伤 所以可不可以 请你帮我照顾他 因为我要回台北 照顾孩子 然后我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才想说这饭店怎么服务这么好 好专业 就是大家都领加班费 对 我要去吃个东西 怎么会被带到包厢去 然后今天要开家族会议 然后包厢已经订好了 然后所有餐点 所有所有东西 他都已经弄好了 然后他才跟我讲说 花姐我真心觉得 你加了一个很好的先生 我说怎么了 他才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当下我就心想 信任感产生了 对 就是我 就是长期对他的信任 而他可以很轻松地帮我决定 任何事情的这个决定权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是个被爱的感觉 关键时刻六神无主的时候 这么一个人可以靠着 真好 我真心没有想到就是 因为我以前觉得说 我的安全感来自于 我生病了你带我去看医生 我肚子饿了你带我去吃饭 然后我嘘寒问暖简讯 后来我才发现 他可以真的在任何一个 你最无能为力的时候 马上跳出来帮你 我觉得那才是 真正的依靠 对